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讲太多你们到那边反正每一个景点都会专门的导游 当地的牧师张十贤牧师 张十贤牧师是我们在那边的导游 张十贤牧师我1997年第一次去圣地我就认识他 他就是我们在当地的那个导游牧师 他是台湾人然后到以色列去读博士 他在以色列待了很久 后来就等于是一直住到现在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待在那边待了十年了 念博士 然后他就故意不念完 他目的是干嘛 他目的就是要传福音 他是我们 他跟他妻子都是导游 都是licensed的导游 他在他那边非常非常熟 不过呢因为行程很紧凑 我们也不可能在那边再给你很多的这种 中览式的这种介绍 就到每个景点会介绍 所以今天晚上 这一个我们的行前讲座呢 我会偏重于在中览 中和来看这个事情上面 那么至于每个地方的细节呢 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上说一下 也不会每个景点都告诉你们 我们先看 大家也许我们第一站要去的是约旦 是约旦 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们的行程表 我们坐飞机去到安曼 安曼是属于约旦 那么这是约旦的国旗 这是约旦的国旗 但是我让你看一个旗子 这是巴勒斯坦旗 巴勒斯坦旗跟约旦旗是不是很像啊 几乎是一样 对不对 就插旁边有一颗星 那个七颗星是回教的 穆斯兰他们的七颗星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是约旦跟巴勒斯坦 在1948年到1967年 他们约旦是包挂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约旦和以西 后来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呢 就 以色列就把这个约旦打败了嘛 约旦就退回去了 所以他们的旗子很像 很像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约旦的地图 那么我们第一站落脚的地方叫做安曼 中间那个地方 中间红点 有没有看到 那是安曼 在安曼 那么 这个地图我们待会儿呢 会 会再多出现几次 你们手上可能也有一个地图 有吗 那么你大致上了解 Helen你好 我们刚刚开始 我们刚刚开始 前面也可以坐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以前 以前在埃及比较 政治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去圣地会先去埃及 然后再到约旦 然后再到以色列 那因为现在 埃及比较乱 我们就不去 就不去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跟约旦两个国家 是紧紧相邻 紧紧相邻的 那么你可以 右边这个比较浅色的是约旦 左边那个土黄色的都是以色列 都是以色列 那以色列在中间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在蓝色的那边是地中海 是地中海 在埃及的下方 你可以看到一点点 在最下面的 有一个小蓝色的 我写的红海 那就是埃及的红海 埃及的红海 那么我们看看 约旦在圣经时代的地理分布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有四个地方 比较好记 是基列地 圣经时代的约旦 有包括基列地 然后呢 有包括 亚文 亚文 有没有看到那个前 咖啡色的字 激烈 亚文 摩亚 M就是摩亚 然后呢 第四个字是 以东 有没有看到 以东在这下面 以东 所以刚好呢 约旦在圣经时代 就是GAME GAME 就比较容易记得了 你记得 在圣经时代的时候 它是基列地 亚文 摩亚 以东 那就是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去约旦 为什么在圣地去学习 或者你叫它圣地游 可以包挂约旦在里面 因为在约旦 在圣经时代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 这另外一个地图 我告诉你 我们去圣地 记得 约旦有三个河 哪三个河呢 上面也写个 亚木河 这个 英文就是 亚木 翻译有很多种 不同的翻译 香港人 巴拉德木呢 也加个三点水 那有的翻成 亚木 克 不过大多数翻成 亚木河 亚木 那还有一个呢 在中间叫做 亚伯河 亚伯河 亚木 那下面是 Around 但是主要是 这两条河 那中间呢 中间的这条线呢 这个就是 约旦河 约旦河 是从北到南 加利利海 在上面 或者叫加利利湖 那下面这条 就叫十海 那么圣地呢 有四个湖海 就能说四个海 那加利利海 是一个 红海 是一个 十海 是一个 地中海 我们现在记得 约旦有三条河 亚木河 亚伯河 约旦河 然后呢 圣地 有四个海 加利利海 十海 红海 地中海 地中海 在靠左边 这样大致上有一个地理的方向 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 刚刚讲三 四 然后还有一个五 五字吗 以色列有五个地势 这就是大的picture 上面有个大的picture 所以我们去玩的时候呢 去学习的时候呢 去旅游的时候呢 你大致上有一个大的picture 就我们在讲什么地方呢 会比较了解 以色列呢 靠海边的 叫做西部平原 到东西南北中 五个地方 北部的呢 是高地 戈兰高地 你看那个 看的颜色 就可以分得出来 你看在左边那个 白色 最上面 左边 左边这个 白色的 白色就是 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北部 有所谓的戈兰高地 北部的地方 就是比较高地的地方 那么 西部是平原 就靠海边了 东部是 堤谷 堤谷 堤谷就是 约旦河的谷 约旦河 中间那个 记得中间那条河 是约旦河 约旦河谷 那么 中部 就是山地 南部 是野地 南部是野地 旷野 旷野的野地 大概是 三条河 四个海 五个地 还有六个山 甚至有哪六个山呢 第一个山是西乃山 当然还有不止六个山 但是最著名的 就是摩西 我们如果有去埃及的话 就会去西乃山了 摩西在那边领受十戒 第二个是尼泊山 尼泊山我们会去 我们在那边 会去 去想象 去看 摩西怎么样能够远眺迦南 圣经里面讲 他最后在尼泊山的时候 后来 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地 那么 那神在 在这个 尼泊山埋葬了摩西 那在摩西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 尼泊山 其实是个山脉了 但在 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 想象一下 这个就牵涉到 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要古今联想 就是从现在 就联想到古说是什么样子 不要被现在的这个地理 或者是你到旷野的时候 看到一条马路 这怎么马路 马路是现代化的 但是你要讲到 诗篇里面讲到的一些旷野 要稍微用点想象力 把那个 把那个现代的东西 暂时摆在一边去 第三个山是圣殿山 圣殿山就是亚伯拉罕 县以撒的地方 那么圣殿也是建在那个地方 就是圣殿山 第四个是西安山 尼泊山 圣殿山 西安山 我们都会去 就是大卫 大卫打赢了以后 他在建国家 在西安山的地方 在那边是他的首都 首府 然后第五个是 加密山 加密山 是以利亚跟巴黎先知 很多的巴黎先知 斗法的地方 我们这次可能不会去 可能不会去 不过在加密山的附近 我们会去 加密山的附近 就米吉多 米吉多大平原 这是在启示论里面 那个讲的 最将来的 在米吉多有个大战 加密山就在那个地方 加密山 很重要 我们在加密山那边 我们会去看很多地方 比如说主导文的 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 在主导文 克西玛利云 主升天的地方 听说 不是听说了 就是圣经讲 再来 主再来 也是到加密山 好 这个是六个山 那么这个是 大致上的地图 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我这个系 系的地图 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 你们看得到 看不到 待会还有其他图 跟大家讲 这边是耶利哥 耶路撒冷在这里 那么这个是约旦河 刚刚的亚伯河 亚木河 亚嫩河在这边 在 如果细 细看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我们再往下看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会 所谓的这个 GAME 就约旦 有激烈 激烈是属于 这个 以色列人的地方 然后 还有这个 亚门 还有摩亚 还有以东 那么他们在 这个圣经历史上的 关系是什么呢 是亚伯河罕的父亲 叫塔拉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 跟哈兰呢 都出来了 然后 哈兰的孩子 就叫 罗德 后来跟亚伯河 一起 最后呢 罗德 罗德他们 是 他最后的下场 是什么 罗德后来 他在喝醉酒 然后 他的大女儿 跟二女儿 就是想要 帮他们的家族 有个传宗接代 就是大女儿 跟罗德 生了摩亚 二女儿 跟罗德 生了变亚米 那么摩亚 后来就建了 摩亚国了 在摩亚地的地方 边亚阿米 就建了衙门 所以这个是 大约是在 公元前 2020年左右 这个很难 很难计算 但大约是 那个时候的事情 那么 以东是谁呢 以东呢 就 亚伯河汉的 儿子 以撒 以撒生 雅各 还有生 以撒 以撒生的儿子 就是以东 以撒就是 建的以东了 以撒就是 红色的意思 那么 他的建的地方 就在以东 那我们这次 要去的地方 除了 我们飞机 降下来以后 我们接下来呢 第二天呢 就去 尼泊山呢 然后也会到 这个 皮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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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往南的地方 那么中间会经过 你看那中间 那个红色的是 安曼 那往下呢 会到所谓的 马达巴 然后再到 Petra Petra 那么 安曼呢 跟大家顺便讲一下 这个是圣经地理 安曼呢 他事实上在 以前呢 祖前三世纪的时候 改名叫 非拉铁飞 非拉铁飞呢 是希腊文 在新约时代是 底加波利 底加波利 Dicapolis 这个字的本身呢 就是 Ten cities 意思 十亿 圣经有的叫十亿 十亿就是十个城 那么 那么 所以 加 阿曼 我们现在叫阿曼 从前呢 是叫做 是叫做 非拉铁飞 非拉铁飞 再给你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 时辰的 Dicapolis Polis这个字就是 City的意思 Dicap就是 就是实的 Ten 你看 这边就是 非拉铁飞 就是 现在叫安曼 那么 左边 我 我一个翻译的过来 那个 那个字呢 是希腊文 那么希腊文 他们 他们当时 这个十个城 用红字写的 都是十个城 那么这个十个城呢 其中 这个城呢 后来 在 在 对以色列人讲 他名字叫做 博善 Bisan B-I-E-T S-H-E-A-N 正式名字是B-E-T 这个是 以色列的 希伯来人的发音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这十城里面 博善也是这个 十城之一 待会我们会讲到博善 我们的行程当中 会去到博善 在第六天 他们有没有那个 行程的新的schedule 哪一夜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第六天 对 对 对照的那个行程 听我讲 可能会比较 比较 有意思一点 因为我的 这个介绍 是跟着这个行程下来的 好 所以它是 在历代记上 二十章的地方 有讲到 这一个 Rabas 阿曼 拉巴 以前叫阿曼 现在这个图 就看得更清楚 这个相对的位置 相对的位置 就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们是从阿曼 再往下走 那么我们会去尼泊山 在尼泊山 在尼泊山远眺 远眺 远眺 摩西在里面远眺 你看看那个公里数 就知道 最长的地方呢 是看四溅 是66公里 看西伯仁65公里 看耶路撒冷46公里 那么会产生一个问题 看得到吗 这就牵涉到一个 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要知道当时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 据当地的人讲 天气非常晴朗的时候 的确是可以看到 但是呢 那个非常晴朗的时候 不多 所以我们要平信心 我们看的时候 要平信心 那么那个山上 有一个摩西纪念堂 我们会在那边 做一个小小的聚会 摩西纪念堂 摩西在《生命纪》里面 讲到遥望那些 他不得进入的应许之地 那么接下来我们行程 尼泊山完了就是马达巴 对不对 在那个第三天 看到吗 马达巴 马达巴呢就是圣经里面的谜底巴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 会去一个教堂 叫做Church of St. George 它是东正教的 希腊东正教的一个教堂 它那边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当地很有名的一个特色 就是马赛克 会做马赛克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会去看这个地方 那么这一个马赛克 我们会看到一个中东地图 在560 祖签560年 就已经拼上去了 用很上百万颗的 那个 把它拼出来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地图 中东的一个地图 那么是最古老的 中东的一个地图 那么因为他们当地呢 也是马赛克的一个制造 很有名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地方 在旧约里面 圣经里面讲到 米底巴很多地方 在民宿记里面有讲 那么在 约苏亚记 他们占领各个支派的时候 也包括米底巴的 全部的平原 就是迦德 迦德那个支派 那么在历代日上 有讲到 大卫做王的时候 所以这是圣经的处处 然后再下来 我们经过那个地方之后 就是米底巴之后 那天呢 会去一个世界有名的奇观 叫做 叫做皮特拉 皮特拉是香港人翻译的 台湾人把它翻译成 佩特拉 所以你看到这个字 就知道 就不一样 但是英文都是同一个字 皮特拉 那么这是 这个地方呢 Indian Jones 曾经在那边拍电影 那么这也是世界奇观之一 它是 就是你看的位置 相关的位置 它比较偏南 比较偏南 就安慢要往南走 那么这个 那一个字呢 从前叫做 Sella 就是Sella意思 就是延时的意思 那这是以东人居住的地方 是厄巴迪亚书里面 讲到 预言到以东人的这个下场 我们到了那个皮特拉去看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 真的是 真的是 对圣经的记载 有更加深一层认识 预约 当时预约以东人的结果 后来通通 预言 通通应验 通通应验 那么我们进去那个地方呢 会先经过一个很狭窄的峡谷 旁边都是很高大的石头 最狭窄的是这个地方 一线天的地方 但是非常的宏伟 然后到那个走到底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藏宝垫 这个藏宝垫呢 从石头里面挖出来的 这个就是世界奇观 就是很漂亮很漂亮 能够保存到今天也真不容易 你看我这个比较近距离看的 照片拍出来是这个样子 雕刻的非常美 好 细节不说 那么在圣经里面 阿巴迪亚书里面 阿巴迪亚的意思是 侍奉上帝的意思 他就讲到 这个 我们可能要 你们要去之前先看一下 那很短的一篇 阿巴迪亚书 在圣经里面讲到 对以东的审判 宣告以东的毁灭 然后说以东会毁坏 再次被确定 以东还讲到 以东被受审判的原因 后来就是那边就很荒了 就荒凉了 就是按圣经所说 再往下我们谈到 在会经过的一个摩西犬 在比特拉的附近 就是相传 是当时摩西 摩西藏极磐石的地方 它外面现在是 盖了一栋房子 罩在里面 所以要往里面看 往里面看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边是个池子 那边有个 那个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 一位长者 就他在那边 好像在学习摩西 在藏极磐石 在明书记里面有记载 这个叫做摩西犬 好 我们刚刚就是很简单的讲了约旦 讲了约旦 讲了为什么 我们要去看约旦 在历史上有记载 当然一方面是圣经的 这个很特殊的意义 二方面也是一个 观光的一个景点 尤其是佩特拉是很有名的 好 我们讲以色列 那以色列又是一个 那个另外一个情况 那么我稍微讲一下 以色列现在的情况 以色列现在实际管辖的面积 是25700多平方公里 比台湾小 台湾是36000平方公里 但是它包括了戈兰高地 以前的这个约旦所管辖的 河的西岸 约旦河的西岸 就是West Bank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讲 听到West Bank 就是讲那个地方 那么以色列 它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 我们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说有不同的地区 有些地区呢 是完全是以色列人在管理的 有些地区呢 是完全是巴勒斯坦在管理的 有些地区是混合 那在混合的地区呢 就很有意思 它有不同的车子车牌啊 那有双方的不同的 是军队警察 所以在那边呢 就看到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 那么给大家一点点呢 对这个 对这个以色列 我想大家都很熟 1967年 六日战争之后 以色列占领了 什么地方呢 在往北 看到斜线 看到斜线 就是戈兰高地 戈兰高地 它占领了戈兰高地 还有这个 约旦河以西 这么一大块啊 就是西岸地区 West Bank 原来以前是属于约旦的 原来以前是属于约旦的 那就以色列就占领了 那当然这些 这些 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呢 就造成 在巴勒斯坦那边的一个很紧张 但我们是 我们在看圣经知道 事实上这是应验神的话 所以我们也要 真的是要 我们基督徒要支持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 这是大致上的地图 然后再刚刚讲到说 那个三个不同的区 那个黄色的地方 看到图面中间 有个青黄色的地方 那个是 代表是巴勒斯坦全部的自治区 全部都是巴勒斯坦管的 不管是行政和军事 都他们管 那么有那个 咖啡色的 浅咖啡色的 中间浅咖啡色的地区 它就是巴勒斯坦部分自治 什么叫做巴勒斯坦部分自治呢 就是巴勒斯坦人 可能他是管行政 但是军事上 还是以色列在控制 那么浅蓝色 一大片 中间一大片的浅蓝色 就全部以色列在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中间的这个 现况 这个巴勒斯坦人 跟以色列人 是交错的 所以我们去看 去到那个 到的耶路撒冷旧城 甚至你比如说 伯利恒 伯利恒那个地方 你看看 注意看伯利恒是谁在管 巴勒斯坦人在管的 但伯利恒又是我们 耶稣降生的地方 所以到那边去就 心情就是很奇怪 所以给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当然有他们的 有他们的所谓的这种紧张 政治的紧张 气氛在你 不过感谢神 我们这次去 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1997年 第一次去 到了那个旧城 我儿子在那边读书 我们去看他 不是 那是第二次去了 第一次是我随团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团去 那第二次去 去看我儿子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旧城 去了才一个礼拜以后 我们去吃饭那个地方 就被炸弹炸了 一个礼拜以后的事情 我这个心情上是有点紧张 不过现在情况 好像听说是比较好一点 那么刚刚我们讲到 以色列的五个地 五个地势 另外他们有另外别的名词 就是东西南北中 五个地势 有些这是比较好记的 另外 这五个地势 另外的名称 我们西岸平原 我们叫做海岸平原 海岸平原 南部 南部野地叫做南地沙漠 那么东部的这个峡谷 我们叫约旦河谷 约旦河谷 中央还是叫中央三地了 北部还是叫北部的高地 不过如果讲到海岸平原 你也知道指的是西部 南地也可以叫沙漠 也可以叫旷野 也可以叫野地 好 那么以色列的 讲到以色列 它的地理 它的整个国家的地形 有点像台湾 长470公里 最宽的地方是135公里 那台湾是377长度 从基隆到最南端 是377 宽是142 所以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那么但是它的 以色列的那个地形 是很复杂的 非常复杂 你看下面这个图就知道 其实要了解这个 跟了解圣经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 它那个 左边的叫西 东边的 这边是东 所以以色列 从西到东 你想象以色列 像台湾的这样一个图 从西边到东边 耶路撒冷正在中间 那你看看 耶路撒冷的高度 是2600英尺 在这个画图上面 它是2600英尺 耶利哥呢 耶利哥是 minus 1000尺 负1000尺 海平面以下一千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圣经里面讲说 下耶利哥 上耶路撒冷 那其实事实上 以这个南北的方位来讲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我给你看看南北的方位 南北 这个地图还看不出来 刚刚看到这些 待会再给你们看好了 就是耶路撒冷 跟那个耶利哥的方向 耶利哥是比较 很低很低 耶路撒冷是很高 那么所以圣经里面讲出 上耶路撒冷 下耶利哥 待会我适当地图 再给你们看 你可以看到它 它整个的地形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的 那么还有一个 让大家知道 我们说巴勒斯坦 你常常会看到 那个上面讲说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 怎么样 那大家知道 在耶稣时代 没有巴勒斯坦地 这是让大家找 就是比较容易理解 巴勒斯坦在 包括什么地方 以色列地 在圣经上 从来没有称为 巴勒斯坦地 为什么呢 巴勒斯坦地 这个称呼 是在祖后132到135年之间 那个时候是 罗马的皇帝 是哈德良 那以色列第二次叛变 以色列第二次叛变 那叛变以后 又被罗马给扶贫了 那那个罗马皇帝呢 就对以色列呢 就非常的痛恨 他们就想说 就怎么样能够让 以色列呢 这个根本就忘记 自己国家的民主 就把那个地方的名字 犹大帝啊 就改名成 巴勒斯坦 他原来是要改什么 他原来 巴勒斯坦 非利士 因为非利士 非利士 原来就是靠海岸平原嘛 他想要把犹大帝 就改成非利士坦 但后来可能 就是名字已经改了 所以就是巴勒斯坦呢 是在 祖后130几年的时候 那个地方才叫 开始叫做巴勒斯坦 那现在大家为了方便 就是说 这个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 大家有一个 在这个圣经地理上 稍微有点概念一下 好 这边这个地图呢 是讲到耶利哥 耶利哥在什么地方 耶利哥在中间 所以 所以从 从 从右边 我们要从那个 约旦 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要到以色列 我们就从耶利哥经过 经过耶利哥 耶利哥就是最低的地方 那么 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图 大家很多人 就用这个名字 那有一个 这个地图 是我在 我在念书的时候 要考试 考试要考的 中间这个地方 叫做 大家看得到吗 叫比利亚 比利亚在圣经里面 就是讲 常常是说约旦河外 约旦河外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从 加利利 耶稣要从加利利 要下到 要到那个 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不愿意 经过中间的撒玛利亚 对不对 因为我们他们的 当时就是跟撒玛利亚 就是 有仇 有仇恨的关系在里面 撒玛利亚是 混血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们怎么办 他们就经过 比利亚 然后再经过 耶利哥 比利亚下来 经过耶利哥 然后进到 耶路撒冷 是这样子走法 经过 而不是直接 从加利利 从经过撒玛利亚 到耶路撒冷 通常不是这样走法 那么比利亚 就是沿着 约旦河 约旦河以东 大概宽 大概15公里 那么长度呢 就是 就是以下面这条河 Aaron这条河呢 为准 那么上面呢 就是 快要接近 快要接近 这个 加利利海的 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区呢 叫做比利亚 那上面那个区呢 叫底加玛利 我们也说过 石层嘛 大致上是这样子 有这样一个了解 那你有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地图 错误的地图 他把比利亚 划过了 划过约旦河以西 那就 那就错了 那么约利哥 我们去约利哥 约利哥是一个 很久很久 我们会看到 这个约利哥的 这个古城 旧城 约利哥有两个城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 耶稣 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 什么叫做 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 就是从古城 走到新城之间 就叫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 那么 这个 这个旧的城呢 是一万年前的 考古说它是一万年前的 但是现在遗迹还在 遗迹还在 我们去会看到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去走到那个旷野 去看昆南 昆南有什么 昆南有一个石海骨卷的岩洞 在那昆南就是 你看到这个 它沿路都是旷野 他们的所谓的旷野 事实上很多是大石头 非常巨型大石头 当年呢 大卫在躲 躲谁啊 躲多少了 就躲到这些大寒大大石头里面的洞 所以他找不到它 那里面的那个洞呢 又可以连在一起的 那现在他们就有一个叫做 所谓的地势洞 他们标号 现在你终于看到了 看到了那个 眼睛可以看到那个洞 我们也会去看 那个洞呢 就是四海骨卷 找到的地方 那么 那这边要稍微讲一下 这个四海骨卷 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是对我们的这个正道 或者是我们的副教 有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四海骨卷里面 发现以赛亚书 全部66卷 都完好无缺 很多人呢 以前说 你们基督徒讲 说主耶稣基督 是那个受苦的弥赛亚 受苦的基督 基督是希腊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都是同样一个意思 说他是受苦的弥赛亚 因为受苦的弥赛亚 是到后面才讲的 五十几章才开始讲 他说这个 就很多人说 那个是假的 那是耶稣降生以后 耶稣以后的事情 就是人家把它 好像是故意 就编制造 讲到耶稣降生的 这个预言等等 以赛亚书的预言 但是这一个 在这个四海骨卷里面 在祖前 这个骨卷 这名考古出来是 祖前就已经写了 祖前至少两百年以前 就不可能是耶稣诞生以后 才去写这些东西 就是就把这一个 想要迫害基督教的 这个谣言 不攻自破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真正的 信心的来源 不是靠这个 这个什么骨卷 这个就是 实际上我们信心的来源 还是源自于神的道 好 那么 昆南那个地方 我们会去看 他的博物馆 他的四海骨卷的博物馆 造的也很有意思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他的博物馆 这个好像什么呢 好像他们当时 那个酒瓶上面 装水的瓶子上面的盖子 耶稣 这个 从水 在加拿 由水变酒 他们当地的 那个很大的瓶子 当然不是这么大的 他按照那个样子去做 里面就会 有那个copy 四海骨卷的copy 给我们看 好 再下来我们要去引基底 随着 我是随着 这个我们行踪 我们要到引基底 在第五天 引基底 这个地方呢 引是什么意思 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引 引这个字就是 泉水的意思 圣经里面 很多地名 叫引什么 引什么 引就是 泉水的意思 好 引基底在哪里呢 你看那个地图 在四海 也叫做沿海 最下面 一个红点 这是引基底 就是在 在四海边边上面 你看我刚刚讲引 这边还有一个 引以隔 引以隔联 那个引就是 泉水的意思 好 那引基底呢 在圣经里面 也有讲到 在约束亚记 在沙漠上 特别在沙漠上 大家很熟 大威尔躲避扫罗的追杀 逃到引基底的旷野 住在引基底的山寨里面 所以我们会到引基底里面去 会爬一个小山 不是太难爬 不是太难爬 爬一个小山 比较 比较那个角力比较好的 可以往里面再进去一点 不过 不过我们大部分都是 在中间就停下来 看到 看到那个山泉就够了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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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沙漠里面 突然之间就看到 有那个山泉的水出来 哇 很清凉 真的是 真的是 难怪这个诗人会写 哇 这个泉水 这个 你看那个 旧约的雅歌 我以我的良人 为一颗奉献花 在引基底的葡萄园中 哇 这写的真是美 比喻 他的良人 是一颗奉献花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会去马萨大 这个 按照这个地形来 我们都是在 在附近 在湿海的附近 马萨大呢 这个地方就有着说了 这个 long story long story 有个电影 拍电影 讲到马萨大 我就 我就 不花很多时间 跟你们讲 就 简单讲一句话 马萨大是 当时 这个 以色列人 抵抗罗马军的统治 然后就 就逃到这个山上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 他那个 山高 很容易守 到最后呢 被 被罗马兵 攻占了 攻占之后 发现 全部人都自杀了 全部 上上 剩下 后来 后来这个事情 怎么传出来呢 有一个老妇人 一个妇人 跟几个小孩子 他们怕 比较怕死 就躲起来 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 他们怎么杀法 因为在圣经里面 不能够自杀 他们就十个人一组 十个人一组 那么就那个组长 把那其他人 九个人杀死 他自己自杀 然后最后剩下来 这些人 他不是自己杀 他就自己 他留下来 然后最后有一个人 就执行 把那个组长 给杀死 然后他自己自杀 所以他们 以色列到今天 他们新兵训练 一定要到马萨达 就是 讲说 马萨达 永不陷落 就是他们 以色列到现在 新兵训练 一定要到 精神讲话 那个地方 你们有机会 在YouTube上面也有 很感恩很感恩 我们会去 我们会花很长时间去看 值得去看 故事也感恩 风景也很感恩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中间 休息一个 伊法要讲话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叫伊法 我相信你们都收到我的医名了 我很欢迎你们过来 然后呢 现在的时间 是我们休息的时间 然后呢 在休息的时候呢 我想 告诉你一些 如果要使手间的话 这个门出去 右转 然后左手是男生 右手是女生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水 然后一些点心 请用 然后呢 还有我会在那边 那我想呢 你们还没有 跟我登记的话 还没有拿这些东西的呢 那请你过来